学生正在会和进行拳击打杀带的练习 学习拳击运动是相当的辛苦 许多教掌可能不舍得孩子接受训练 不过草屯镇日新国中一群选手 透过拳击打出自己的自信与目标 不仅能够当作保护自己的武器 也是减肥相当好的运动 力气变得更大 然后比较可以帮忙一些事情 就是比如说搬重物之类的 那些我都可以帮忙 我原本是不喜欢的 我这点原本排斥 我想说这进来一盖会很轻松 然后后面没想到就越来越尖 我觉得我能坚持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 可以学习到保护自己 然后还可以训练到很多知识 就每天都会跑步 然后跑步可以训练自己的体力 以前操场顶多跑半圈 现在可以连续跑六圈以上 以前小时候蛮肿的 现在连变瘦 学习拳击虽然是一个辛苦的过程 但是透过这些艰苦的训练 对学生品格的养成有很大的帮助 例如跑步 打轮胎 打沙袋 打手把等 这些看似一成不变的训练 正好可以磨练学生的耐性 训练的方式大概会有空拳 然后打手把 手把主要是调整选手的动作 然后有沙袋 它是撞击 打到那一个撞击的力量的训练 还有一些战术的演练 一些动作的训练 看在打沙袋 可不可以把它演练出来 还有对打 对打是跟实际在比赛的情境是一样的 所以对打是很重要 虽然全体队现在的成员仅是个位数 但在教练张瑞清的心情指导下 仍是战国辉煌 由于学校的经费大多益助教学上 补助校队比赛经费相对的不足 期盼社会各界能够赞助训练比赛经费 全体队将会用更好的成绩 回报社会各界的支持与赞助 我们也诚恳说 希望我们整个社会资源能够引到学校来 虽然我们教练很认真 我校长也很努力 但是目前一般有时候家长的一个错误认知 所以比较没办法说 很决定的大量支持我们这个全体训练 可是我觉得说 对孩子来讲 真的是蛮不错的一个快能力 我也诚恳希望说 不管是人力物力财力 都可以给我们学校更多的资源 我们希望说 这个一个学校特色能够保存下去 也让我们孩子 多有一个学习载人机会 日行国中全集队 于97年10月份正式组队成立 透过这项运动 学校希望让学生实行发展 丰富学生的生活 更学习补房器的精神 记者洪卫伦 草屯正采访报道